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还是想去欧洲那边提提吧 因为觉得欧洲那边的身体对抗 和那些那种往返的能力 肯定是比国内还要好吧 我觉得应该是去体验体验 或者去学习一下 上半年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打了两场比赛 两三天 然后剩下的比赛 像是锦标赛 因为我们国外队要集训 有很多比赛我们也没有参加 人家说这两场比赛 还是还可以吧 打8分吧 然后反正也是队里的那种核心吧 也会起到不管是哪一场比赛 或者对哪个对手都会全力以赴吧 我觉得现在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已经稍微大一点的队员 然后对小孩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多鼓励 然后平时下来他们比如说这场训练 或者是比赛出现什么问题 会及时跟他们的沟通 说应该当时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有多种选择 让他们去考虑去选择吧 我觉得今年联赛吧 反正马上要开始了 就是一三儿肯定要开始了 因为后面到7月份一直连着很多比赛 都是连赛 因为为了为全会讨时间吧 我觉得这7场比赛 比我们来说是挺困难的 因为我们队处于那种 就人缘缺少 就是很少没有那么 不像别的队友后背力量有那么大 所以今年我们觉得 只要去年我们是第五 只要我们在第五的成绩上 然后再往前纪念度 我觉得就挺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宁女族玩 我觉得首先我们特别感谢球迷对我们的支持 因为毕竟女族不像男族市场化那么大 能支持我们女族的人也挺多的 其实也很感谢 不管是像我们有时候 不管是联赛啊 还是国家队的比赛 很多球迷都是抱着那么热的天 都去来看我们 然后来为我们支持我们 为我们加油 我觉得挺感动的 有时候 因为毕竟球迷也不容易 像我们在那么热的天体比赛也不容易 他们对我们又天天大喊啊 又支持我们 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想 谢谢球迷对我们的所有女族的支持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越做越好 感谢球迷对我们的支持